最好最好,我们大家来课论一下 什么东西叫做Noise Shaping Noise Shaping我之前就跟大家提到过了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做 所谓的把Inband的Quantization Noise把它移出去 变成Autoband 那之后我们透过地动滤过去 把那个Inband 把我们的讯号跟Inband Noise把滤下 可是因为大部分的Noise都已经被移到Autoband去了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幅提到讯杂比 也就是说你的有效物元素可以被大幅提到 那在这里面 我们用得到的就是那个DUOTA Modulation的这个概念 DUOTA Modulation我记得大概是从通讯系统 或是通讯源里面过来的 各位如果对它有兴趣,再回头自己念 GSP可能也有 那这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最主要是要看这个SIGMA DUOTA 三角积分的调讯方式 那这种三角积分的ADC 它可以提供最高的精度 但是因为它要做非常大幅的超取样 所以它的操作速度应该也是说ADC 一定是最慢 那我刚刚所谓的大幅的超取样 其实通常我们在座会做64倍 甚至256倍以上 那Noise Shaping刚刚跟各位解释过了 我们要把in-band的quantization noise 把它移到out-band 移到高频去 然后再透过Kidon-Tube 过去 把那个移出去的高频的杂讯 移除掉 OK 那不过因为它做超高 它做那个什么非常大幅的那个超取样 所以我们在那个ADC那一端的话 其实就要去做所谓的Decimation Filter 那这个目的就是要down sample 因为你是做超频嘛 那你就降频 超频的频率太高了 那我们要把它降回原来的频率之后 做顺便做低通率波 OK 那这个是我们在那个ADC那一段 或是接收段所需要做的 那之前就有跟各位提到 如果以假设这个东西是night crease rate的意思 那你的noise quantization noise长这样子 当然这边没有画的是你的那个讯号频谱 假设讯号频谱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经过大幅抽取样之后呢 那之前就跟各位讲过了 它的能量不灭 所以大幅超取样 它的那个频谱往外拖 那它的那个magnitude 你的那个高度就会往下压 OK 那我刚跟各位提到过了 你的讯号频谱是在这个位置啊 所以我们经过这个低通率波去滤下来之后 那原来在这里 这个叫inband noise有这么大 那现在只变成蓝色的这一块 基本上它就变得蛮小的 那透过这种方式 我们的讯号基本上没有变好 因为我们滤下来 我们的低通率波去 还是跨在这个位置 OK 好 就是只框住我们那个讯号的 的那个频谱 OK 好 那么在inband的里面 在讯号频谱这个区间 它所看到的那个 contentation noise 就会被大幅压比 好 再来的话 我们要来看看怎么样去做 所谓的那个noise shaping 那里面最最重要的就是 丢到maduration and demoduration 我们 错过那个 差 嗯 这样怎么翻 丢打着取差值的 这样的一个调编方式 如果你要还原它就是做戒调 OK maduration 里面呢 最开始我们在做adc的时候 我们做的东西叫做 perse code demoduration OK 就说我们的perse perse code demoduration 这个m就是maduration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原来的那个讯号 假设你的输入要长成正乎得性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你每一次取样下来 我们就 quantization level 不管你有多少个bit 比如说八个bit 那就是说 你从底下这样 哦 按时我的信号一直切切切切切切 那我们是以 讯号的讯号 那个最高 总化一次好了 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把讯号的main 就是你的这个讯号是这样过来 OK 那我们切切切切切切 你有多少个bit 我这样切过去 之后任何一个取样 我们都是以讯号 取样讯号 它本身的那个大小 去跟quantization level做比对 然后挑出其中一个最接近的 通常最接近或是如果你是那个去为华的话 那我们就是你最靠底下 就是最靠近它 最大 你的那个01234567往上推 有没有 最大最靠近它的 这一个大于 就是小于等于它的 那个最接近的quantization level 来当做它那个输出的那个数位值 它本身的这个号码 这个quantization level 它本身的编号 就充当是这一个样本 它本身的数位输出 这是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那因为它是 它的那个quantization level 需要覆盖你的讯号的最大 到最小的整个区间 OK 所以这样的话 你需要非常高 非常多的位元 非常多的那个quantization level 那你做出来的误差才会比较小一点 OK 那什么东西叫做丢的PCM呢 哈哈哈哈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只取前后的差值 我不是用绝对值来做编码 不对哦 也就是说好 那它概念是这样 就是说 我同样的这个讯号 那我本次的样本 跟下一次的样本 我把它们两个的差值取出来 这个东西叫丢的 那差值有多大呢 那一样好 就是把你的那个位元素 你多少个位元 那你就有多少个quantization level 你原来的quantization level 要从最大到最小 覆盖整个讯号的那个区间 我们是以讯号本身的magnitude 它本身的那个政府 它的全政府来做quantization 所以我们把它说PCM 那加上Diota的意思就是说 同样的位元 你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我只是在前后两个sample中间 我只要check一下 我只是拿来检视你的这个差值 到底有多大 那基本上我所有的quantization level 我不需要去fully cover 你整个range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要能够cover最大的这个差值 各位可以想象得到 你前后的那个取样 中间的这个差值 如果你取样速度非常快的话 其实它的丢打变得非常的小 你同样的位元 来涵盖这么小的那个丢打值 哇 你的款台ization level可以密到不行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的那个所得到的误差 就会差了十万八千年 各位安理天 如果说你是有八个位元 你的256个量化阶层 就要覆盖你从最大到最小这整个范围 但是如果你就DPCM的话 我们同样的256个quantization level 我只要来覆盖你最大的丢打值 哇 如果你取样速度越快 你的丢打前后的sample之间的差距就会越小 哦 那我们的这些这么多的那个quantization levels 就可以做成密密麻麻 你的那个误差就可以逼近你0 但不论如何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哎 各位你要想看看 如果你的那个取样真的是非常接近 就是说你的取样速度 我们因为需要经过超取样 我特别跟各位强调 我们这一种Dildama duration 一定要搭配非常高的那个超取样 也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一块zoom in 给各位看的话 哎 我放大给各位看 有没有 那么他的超取样 可以让你这个差距非常小 你再提高你的那个取样频率 再提高你的取样频率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提高取样频率的意思是说 在时间轴取样的时间轴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ok 那就是两个取样点中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小到什么地步呢 啊 我们的理想就是说 即便你只用一个位元 就绰绰有余的 他的意思是啥呢 哎呀 就是说我如果我现在 当然 就是说 我一个位元是什么意思 如果 我deck还原出来的结果 比你小 我就得加 往上增加 ok 所以说我们到最后的那个一个bit 得了那个宽态者 他就是只有1跟0 ok 1就是增加好像充电 ok 那0就是类似放电 他就是减 这样就结束了 ok 就是说当你把你的那个 就是经过量化之后的那个需要去做还原 ok 那还原出来的输出跟输入去做比对 好来 好 勾1 你的类比输出在这边 然后你还原之后的输出 在这个位置 ok 那么你们两个去相减 我如果小于你的话 我一位元的那个量化器说1 就不够不够要增加 反过来讲 如果我的还原后的那个输出 大于输入 就是表示你身体太高嘛 那我一位元的量化器 经过比较之后就告诉你0 就表示你的输出太高要减少 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给你听到 所以我们如果把超取样的频率 拉得非常高的话 那么一位元的那个量化器 基本上就绰绰有余了 那透过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做三角积分 叫那个ADC ok 所以各位直白的来看这个总架构 这个东西就是它的那个Modulation 这个部分 就是说你原来类比输出从这边灌进来 那我这边有一个还原之后的那个输出 ok 那我们两个去相减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我们只取差值 ok 如果这个差值大于0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1 ok 这是你的那个 这是你的数位输出 ok 那如果我们这个差值小于0的话 你就会得到0 ok 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我们总去还原呢 哎呀 你要把它还原就要累加嘛 因为它在这边只取差值 ok 那你怎么去还原它呢 你当然就是要把它加起来嘛 做summation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作是sigma delta 有没有 我们在做量化的时候是取差值 所以你在还原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做summation 因为它做了密密麻麻的 我们以前就跟各位讲过了 summation在你的那个区间变得非常小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积分 我讲完就是这个光 ok 所以你可以去想就是说 哎 当我的输入讯号在快速增加的时候 我的输出呢 就要不断去追它 你说哎呀我在这个地方 不够加一个 不够再加一个 ok 所以你在上升元的这个地方 会出现一大堆的1 反之当它在下降的时候 你的输出 你这边还原之后的输出 要不断的递减 一样去追你的下降的讯号 所以你这边会出现一大堆0 ok 那么在转折的地方呢 各位可以发现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它比较接近是平的嘛 对不对 我加一个太多减一个太少 加一个太多减一个太少 有没有 它在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1010 一大堆加一点减一点 加一点减一点 ok 所以在波峰 在跟波谷的地方呢 你就会出现1010 这个 一大堆交错的1跟0 当做你的输出 那我再讲一次呢 就是说你想一想 我从这个地方 开始要去追你的那个输入 你要一直 我每次呢就是说 因为它做出来了 这个如果往上增加 那我这个丢打是大于 丢打就大于0 我的输出不够嘛 所以你就这边输出1嘛 就是表示什么 你要加一格嘛 啊什么叫加一格 这边就是在做这个动作 这个是summation嘛 所以你增加我就增加嘛 对不对 所以你会产生一大堆的1出来 那再讲最重要一点就是 这边取的是插子丢打 所以你要还原的话 就是要把它再加起来就对了 累加累加起来 因为你就一直在取前 前面的那些sample的那个差值 那我要还原它的magnitude 对不对 你的总正符 你就要把前面的差值 一接一接把它堆起来 这是把它做summation OK 我讲完了 就这么简单 好吧 阿童你会 我只需要one bit quantizer吗 我能不能做超过一个bit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超取样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你的间隔就会比较宽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是一个bit 每次都只能加一格 这有点太少了 对不对 那你就说 那我可以加几格减几格 OK 我们本来只能加一格减一格 如果你就说 你的取样速度比较慢 那我可能要追它 只加一格不够 所以我要加两格 或是我要减两格 诸如此类的 好不好 那么你就会变成两个位元 有四接嘛 对不对 三个月就是我可以加四格 我可以减四格嘛 对不对 那么 用multibit的那个quantizer 用超过一个位元的quantizer 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的输出在追输入 你的输出在追你输入的速度 就可以快非常快非常多 那么你的超取样的频率 就不需要那么高 OK 你可以取样稍微慢一点 因为我这个往上加 或是往下减的那个能量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理论上来讲 那个宽台者的位元素越多 我们超取样的速度 对同样的讯号来讲 我们超取样的幅度 就可以往下降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但是最麻烦的是 这个宽台者 OK 如果你本身需要超过一个位元以上的话 那么它就会有先行度的问题 对不对 你要量化 比如说你要加二减二 你要跟我打包票 他这个加二加一加二 对不对 跟那个减一减二 有没有 你要打包票 这个中间的宽度 完完全全一模一样 因为我之前就跟 我在讲deck的时候 就已经严重的警告过大家了 你对于这样的一个ADC 你所使用的deck 你要去还原 你要去判断 你的宽台者 你里面所有用的任何的元件 基本上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精度 就要跟你的设计的目标 你要超过你的设计目标的有效元素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三角积分的ADC 你通常有效元素要超过20个Bit以上 这样有意思 那意思是你的宽台者 它本身的有效元素就是要超过20个Bit 那当然你在还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你要加一格加两格减一格减两格 你这边一样 它本身的那个也是要超过那个 二十个位元的那个精度 怕死人 那很难做 我跟你说 你变成说我只做两个位元好了 那你这边就是你加一加二减一减二诸如此类的 你要跟我打包票 他们加二加一减一减二诸如此类的 你要跟我打包票 他们的那个兼具 有效精度可以到20个位元以上 我上次跟你讲过了 你如果两个位元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效的话 那么你的那个错误是要小二分之一个LSB 那你要提高到三个位元 他就在除以二 那你要提高到20个位元 你要把这个东西再除以十八次方 怕死人 你的有效精度应该是2的十九次方分之一LSB 我跟你说 这你算吗 我给你打包票 你几乎是做不出来的 尤其对新手而言 所以不论如何 我再次跟各位强调 你最好只用一位元 因为一位元你只要给那个1跟0 OK 那因为这个这个就是增加那个就减少 那自然而然的 他的平均值 因为一个是加上去一个是减下来 所以就是他自然而然 就是以你这两个位准中间的平均值 你都不用去 你只给他最高分最小 那自动最高就是 加一个丢打最小就是减一个丢打 1跟0就是这样做出来 所以自然而然 他的那个平均准位 就会放在你的最大跟最小 就是放在你1跟0的那个正中央 OK 所以如果你说一位元的宽态者的话 那么 他本身就是理想的 那这边在座 summation的事情 你只有1跟0 加上去减下来 就这样而已 OK 所以你完全不用去管这件事情 反正你给1就冲上去 你给0他就放下来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所以一位元的那个quantizer 跟这个integrator 或是所谓的summer加法器 基本上不会有 那个linearity的问题 但是只要超过一个元力 只要打大枚了 你要确定你这些东西 他能够拖到20位元以上的那个精度 那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难的 OK 所以我跟各位解释到这个地方 不过 这是他的好处 因为你的 你的量化器 或是你的tech 基本上不需要 他没有信心度 他非常的理想 OK 他可以无限 他可以到达无限的精度 但是 他的坏处是什么 你的那个 oversampling 通常要拉到 这个好几十 几百以上 才有办法 冲到20位元的有效精度 OK 好 那这个东西是 那个 你的那个 就是你的modulator 那你的调变器 那么 你把这个东西丢出去给你的使用者 他会吓了一跳 哎 我这个东西 我还原 我才能够还原 你做summation 这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有没有 你是把他累加起来 可是你累加起来之后 还原的就是这种阶梯状的波形 对不对 所以你在真的要去享用他之前 要再做低通力呼吸 好不好 那这样才能够让人的耳朵或眼睛去看 OK 就是这个光 所以他的demodulation 其实 已经隐含在这个位置了 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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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隐含在这个地方了 只不过还原之后 我刚刚给各位看了 他就是接地状的这个波 对不对 那这个还不够smooth 所以到最后还要再经过low pass filter 就是以你的讯号的频宽 当做低通滤波器 设计这样的低通滤波器 把它滤出来 那就可以得到非常漂亮的那个 类比讯号输出 那跟原区道相比的话 他们的那个施针 如果你炒取样的幅度做了勾高的话 那施针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那你的那个讯杂比非常的高 恭喜各位 恭喜各位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即便是用一位元的那个quantizer 我们都有办法把有效位元推到20以上 好 这个是我们的modulation 然后这边是你的demodulation ok demodulator 所以你的输入这样走过来 走过来 再走过来 到你的输出 两个长得一模一样 那各位应该知道 就是说 我们在lapral transform里面 就是说 你这边所看到 从输入 然后乘以这个 再乘以这个 再乘以那个 那变成你的输出 假设这一块叫做a 这一块叫做b 这一块叫做c 有没有 不管你怎么去做 ok 你就讲说 我的那个输出 它本身的那个lapral transform 应该叫s 它应该就是abc as bs cs 乘上你的输入 ok 那abc呢 它的顺序都不重要 你也可以a乘b乘c a乘c乘b b乘c乘c 所以你欧背部就对了 所以说 为了简化 我们的这一个 那个 我们所谓的那个demodulation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移到前面去 ok 不让我一点 所以它变成我刚刚讲的 你先乘c 再乘b 然后 再乘a sorry 然后再乘 后面 讲错了 再一次再一次 不好意思 我说 这头脑子叫做a 这个叫做b 这个叫做c 那我把它推到前面去 变成先乘b 再乘a 再乘c 那基本上 答案 答案都一样 你在laplot transform 我看到了完全全一模一样 不管是bac 或abc 或是cbh 本能都需要感到的顺序 不是很重要 你还是可以得到完全一模一样的 输出的laplot transform ok 然后呢 如果各位仔细的看 把它移过来之后 那我们在后面就只要 只要做这个low pass filter dissimation filter 的意思了 降停 然后再做低通率波 就是这个光 那各位如果再看summer的前面的话 它的意思是说 假设这个叫做x 这个叫做y 那这一点的输出是等于什么 你就可以把它讲说 它的意思是x的积分 减掉y的积分 可是我们再回积分就有学过嘛 它等于什么 我先把x-y之后 再去做积分 那答案是一样的啊 我x的积分减掉y的积分 等于什么 x-y的积分 没错 我们在 我已经就学过了 所以你就又可以把这个积分 把它挪到 这两个积分合并 挪到那个summation的那个后面 恭喜各位 就得到这个荣西 所以 这两个先将减之后再积分 跟个别的积分之后再相减 答案 都一样啊 OK 恭喜各位 恭喜各位 这一个 就是我们后来真正实现的这个版本 先做取样 先做那个差值 然后立刻做那个积分 然后再去做判断 它是1或0就是 答案反正就是一模一样就对了 好那各位如果想要知道说 哇我这样做完之后 我的那个真正的输出跟我这边的 就是说你 你经过这个方式嘛 对不对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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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我的那个 modulator 这一边 你所看到的那个 laplacians form 跟你的输入中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好那我们知道啊 就是说我们在 在做量化的时候 会有量化杂讯 好所以我们把ns加在这个地方叫做 所以 xx是你的输入的laplacians form ys是输出 modulator 它不是 这边是demodulator 这是modulator 它本身的那个 输入的那个laplacians form 那ns的话 是quantization noise 的laplacians form OK 那因为你的误差是在 quantize quantize的这边发生的吧 所以我们把那个量化杂讯 放在这个位置 那你们在那个 大家所学的那个 什么基本电路学 就有学过了 laplacians form 的积分 其实 经过laplacians form 就是乘上 s分之一 OK 如果微分呢 就乘上s 就这么简单 你如果有清楚 等一下我们就分析给各位看 好不好 why 你的输出 跟你的输入有什么关系 各位要记清楚 我们希望我们的输出 跟输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意思是什么 y除以x 我们希望得到1 那这个 就是他最好的状况 你的输出完全盯住你的输入 反过来讲 如果是你的那个 从杂讯到y的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希望 y跟杂讯相比 等于0 越期进行越好 对对 就是说你有多少量化杂讯 我都希望在我们的输出都看不到 OK 所以各位这样 听得懂 就是这个光 我讲完了 OK 好 那这边这是一个simulation 就是说 我把一个输入的那个 输入的那个悬坡 是这个红色线 那我把它 去做 去做 dilda modulation 做所谓的三角肌肉 一个位元的 各位 它的输出 各位可以发现它输出只有1跟0 0就是 一正一复的意思就对了 OK 所以它的输出只有两种 不是1 就是0 这这样子 没有任何中间之后 因为它只有一个位元 OK 那各位就发现 理论上我跟各位讲什么 我刚跟你讲的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你应该出现一大堆的E 哪里有一大堆的E 可能在这 OK 在这个位置 应该出现1010 1010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 然后就如此类 然后在101 OK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好像位移了90度 从这里跑到这里 这里跑到那里 为什么 好 各位 不用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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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 我刚跟各位讲的 会出现 这边出一大堆E 这边出到1010 这边出现一大堆0 有没有 有没有 我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是在原始的架构之下 原始的架构之下 你这边会出现一大堆E 这边会出现一大堆0 OK 那这边跟这边会出现1010 一大堆1010 就是类的 那是原始的架构 可是呢 我们刚刚 为了简化整个流程 我们已经把这个积分器 从 demoduration 搬到moduration的正前方去了 那积分的话 塞会变cos cos会变塞 各位有学过这个吧 所以塞跟cos 怎么样 差几度 bingo差90度 OK 所以你不能怕一个刺 什么玩具 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不要惹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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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大堆1010的在这个位置 一大堆0的现在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 他已经被shift了90度 所以你不用怕 好 再来 这个是时间轴 那我们去做复列转 去看他的频率说 哎呦 有没有 恭喜各位 有没有 我跟你说 因为它是一个悬波 所以你在这边有出现一个pick 啊 所以这一桶这样就对了 那 那除止之外呢 其他这边都是quantization noise 不要忘记哦 我们古早古早 哎 就是理论上你看到这有一个pick 就是你的这个sine wave OK 你的那个输入的悬波 然后你其他应该是水平的吧 从零一直拉到无限大嘛 应该是平的嘛 那现在你可以发现有没有 他在低频的部分非常的小 在高频的部分非常的大 啊 你第一个提醒各位就是说 他目前用的都是那个db 用全对数 不是用线性的 OK 所以呢 我们的那个正频谱 你就是低通率波 把你要的频率取下 啊当你有负频谱 负频谱长得跟正频谱完全一模一样 中间凸一根 所以你把这样照下来 正负照下来就对了 好吧 OK 所以从零啊 一直照到你要的这个位置 啊那当然我们在做模拟的时候 通常我只修正频谱 你只要不要忘记 你的负频谱也是长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经过低通率波器 把你的那个讯号的频率弄下来 各位 这个就是啊 inband noise 然后另外这个是outband noise 因为能量不灭 它原来可以长平的 然后这边掉下来 那边提上去 恭喜各位 恭喜各位 在inband的里面 你的讯 对 讯号对杂讯的那个笔子 可以被大幅的拉升 那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作是noise shaping 因为它本来是平的啊 那现在把它弄成这样斜斜歪歪的 其实应该是变成 U日行或V日行 Anyway 它就是说中阳落下来 如果说你看正负平谱 他本来是平的嘛 他现在把它变成这样 中阳落下来两平跳下来 富高频跟正高频 有没有 全部都往上拉 那我们在inband这边滤下来之后 恭喜各位 各位再讲一次 你的讯号的分布 原来就是平的 但是经过我们的三角机门之后 中阳落下来两平跳下来 所以你的noise的shake 它的形状有被重新打过 所以我们叫noise reshaping 好 公料 OK 那刚刚有跟各位提到过了 你哪 想要知道 我的输出 输出是不是由将近百分之一百 到我们的输出 那你的noise是不是将近零 百分之零到你的输出 OK 那你就 这个这么简单的 各位自己去做 LABARA TRANSFORM的分析 非常非常简单 这课程 你们减能分清理的资料 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各位自己去看 你的signal transfer function 你的ys 除以xs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各位不要忘记 s就是所谓的zω ω就是2πf 有没有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如果你的频率低 的话 这个绝对值非常的小 它就会趋近于1 其实 各位如果以前有学过 你去画到频谱 会接近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 它的绝对值 会趋近1 y除以x 就0db的意思 那么讯号的频率越来越高的话 它就开始往下重摔了 有没有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的意思就告诉你 我在我的频谱之内 我的那个输入跟输出的比值 输出跟输出的比值非常接近1 所以我的输出有忠实的盯住输入 但是超过我的频谱之外 能力有限 那些超过去的那些讯号 就会很快的被衰减掉 就是说 y除以x 基本上就会圆小1 我已经追不上了 所以最好最好 你所处理的讯号 是落在3db的频谱之内 好吧 这样的话我的输出 可以非常忠实的 去盯住你的输出 因为它们两个的比值非常趋近1 那我们来看 noitransfer function 它长成最后得性 所以你如果在低频的情况下 不好意思 这绝对值非常趋近1 0 这不是不好意思 非常开心 因为这样你绝对值做起来 会非常趋近1 0 各位如果 Laboration有学得好的话 这样的 它其实画出来 不好意思 这度非常不好 应该比较接近这个样子 所以它看起来就是一个 0 然后到无限大去 所以它看起来就是一个 所谓的高通预波器 它反过来就说 在我的讯号平台之内的话 有没有 各位发现 我的杂讯非常小 可是在讯号 out of band 它那个量化杂讯会变得非常的高 这个又是我刚刚说的 noit shaping 恭喜各位 我们只取这一块 把它低通率播下来 那高频的这一量化杂讯会全部被移动 这样 贼送 所以各位再比对一次 你会发现 在我们的那个讯号频谱 讯号频谱之内 那么我的讯号非常的强 趋近1 我的杂讯非常的小 规量化杂讯非常小 规径一定 那我们把两个一除 你就可以大幅拉升你的讯 杂笔 也就是你的E 可以被大幅拉升 OK 那各位 刚刚那个如果再做仔细一点的话 就是长成最后得性 这个地方你要 你要做 比如说 你就是去判断它是大的还是小的 所以你再把它还原 你要加嘛 判断是1或0 那你要把它加回去 所以一个bit的那个deck就够了 反正1跟0 最高跟最小 这样把它换上去就对了 OK 那后面 这个是那个 modulation之后的输出 那到底modulation那边的话 要做dissimation field 降频间低通率波 就可以还原出我们要的那个 输出就对了 OK 所以这个是inband的那个讯号 那我再次强调就是 我们的那个杂讯频谱 不是跟以前一样 乖乖乖乖乖乖乖 不对 我们改变形 高频的能量很多 低频的量化杂讯很少 我们低通率波之后 恭喜各位 你做出来的那个结果 讯达比会变得非常棒 那我刚刚讲的是一阶 如果各位做两阶做三阶 各位再来看这个地方 一阶在这里两阶在中阶三阶 在底下 各位你看到吗 就是说你的阶数越多的话 那么我们在inband the noise the quantization noise 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你的SNR 就会 继续被提升 两阶好于一阶三阶 又好于两阶 不过天底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一阶 或两阶 甚至要三阶 基本上 它的那个电路结构会越来越复杂 所以天底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用比较复杂的电路来 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但还有另外一点各位要小心的是说 通常这个 DELTA SIGMA的那个maduration 如果你做超过两阶以上 它很有可能会不稳定 所以基本上我会劝各位 一开始使得这条心 千万不要做三阶 三阶到现在不能做不能做了 它只有非常少数成功的例子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再次去查文献好不好 那不然的话就以一阶两阶 当做那个新手 就是一位元的那个量化器 然后呢做一阶做两阶 经过非常高的那个超取样 其实你也可以做到非常接近20bit 那个有效位元素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OK 那各位如果要做三阶的话 继续查一查 Google的到处 i3X Pro都可以查得到 OK 那另外的话 这个是DSP DSP我们在做的话 就不是用LaplotTransform 我们是用ZTransform 这品是ZTransform 所有的说明 爱得跟你说 NoiseTransform Function 你的那个 Noise的那个 量化杂讯的那个 转换函数 还是那句话 低频的时候很小 高频的时候很高 他一样在做Noise Shaping OK 那一样我们 把讯号频补率下来 讯号在这个地方 你的杂讯在这里很小 移出去的部分很大 那你就可以提高你的信杂比 那电路的那个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到吗 反正就是政府而已 我给政府一大一小 不是 就是最高值跟最低值 他的平均值 自动会摆在你这两个中央 诸如此类 好不好 你不用去管那么多 OK 甚至你给VCC跟零动没有关系 他就会摆在VCC的中央 这个各位就不用去烦恼 好不好 所以得公安 你要怎么去做加法 减法 各位这个 这么简单的东西 就是比较器 这个就是积分器 诸如此类 取叉值 怎么取叉值 这个 以电容来做 我们之前论公安 取法哪有天 所以 各位就自己照着做就对 这个东西 只是你的操作频率要非常快 那反之在输出的那一端 有没有 你这一样加上去 或是减下来 就这样子而已 那就会变成你的输出 如此类 好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ADC 然后这个东西是DAC 所以这边是做Modulation 这边是做Demodulation OK 那不认识 各位 如果你有兴趣 你的ZChance 可以去做Second Order 或是Third Order 那我们再比较一下 哇 做Second Order的话 跟原来相比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跟一阶比起来 两阶 在Inband的这一块 的Noise 会小非常非常的多 OK 那这边就给各位 一个简单的 一个结论 然后就是说 L就代表你本身的Sigma Dota的阶数 一阶 两阶 三阶 那N代表是什么 你宽抬着的位元数 一个位元 两个位元 三个位元 那我跟各位讲过了 一个位元是完全理想的 超过一个位元之后 这是一个大疑 这个大问 你怎么把两位元 三位元的量化器 或是DAC 把它做到 有效位元数超过20 或是BG20 那个男主登天 所以一开始 各位应该以这个 当做满足 而且如果你做到三阶的话 很容易起见 很容易起见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先不要碰三阶 我们只变两阶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如果我超取样的频率 是64的话 我光是做一个倍的两阶 我的有效位元数 可以提高到13.3 那么我如果提高两倍 变成超取样式128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 我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可以做到15.9了 如果你勇敢一点 前进到三阶 我刚讲过三阶 虽然它很可能提升 但是目前有少数级的架构 它可以保证你的那个 稳定度 各位可以发现 即便一个位元 我做三阶的三角肌肤 我就可以 理论上过到21.5的位元 怕死人恐怖 但是 我们刚才说的 都是纯属理想的状况 即使我们有很多 没理想的总共 比如说 我们在说的量化杂讯 原来是不是 完全是平的 不要说 那个只是一个假设 事实上它绝对不是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在讲的这些transform function 不管是input到output 或是noise到output 基本上它有一些不理想的成分在 比如说你的mismatch 或是你的opend 它的争议不是无限大吗 都会影响到你的transform function ok 那最后还是跟各位讲那句话 就是说deck 或是宽台者 只要超过一个位元 就会有线性度的问题 一开始不要碰 那么接触超过两个以上 会有stability problem 如果你要做三阶的话 各位 请你研读一下三阶的sigma delta 要怎么做 它叫做什么mash 我现在抱歉 不记得你的全名 但是它有出现一个什么mash 就是这类的 各位继续查一查 好 你两阶三阶 那只有反正跟一阶答案是类似的 各位就继续看 然后flow planning 它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三角基因它有说有类比 所以类比归类比 数位的归数位 然后switch 它本身是类比的开关 但是它的控制讯号是数位的 它是半数位半路半类比 所以它股价正中央 好吧 所以数位归数位 类比归类比 然后 这个半数位半类比的把它卡在这中 就是谁 你的flow planning 你的那个什么区块要摆什么地方 各位如果把数位类比分之在一起 就改系 那个数位的杂讯会 会来干扰我们类比的那个电路 所以各位一定要桥归桥归归 还有你的数位电源跟类比电源一定要分开 VDD跟D全部都要分开 因为你现在在做的是非常高档的IC设计 所以你的所有的数位类比 然后叫做Galaxy 所使用的VCC 跟Ground全部通料隔离 全部都要分开 不然光是这些杂讯 就把你的效能全部给打趴了 该注意都要注意 那目前还有一个非常新的趋势 就是把它移到时间轴来做 为什么移到时间轴呢 那种类比的这部分 尤其在电压这一块 有没有 你做8位元 那你做1.18 第一次1.8伏特 你来做90 一颗 1.0 1.2 如果你越往下去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天灵盖 上有锅盖 下有铁板 你的锅盖会越来越低 制成越好 你的锅盖就越来越小 可是这个位元素呢 即便位元素不变 你可以发现每个quantization level 越靠越接近 有没有 更可怕的是 人类对于你的效能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呢 你的那个 我们不只VCC越来越越小 我们连要求的时候 越元素都越来越高 哇 我跟你说 你的quantization level 中间的那个 也就是一个LCV的大小 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可是很不幸的 如果你是在电压轴座的话 那么比较其他有一个input 那这个因为是mismatch造成的 那不会因为制成的那个变好 mismatch就会变小 错 完全错 所以这个VOS呢 很大 可是你这边一直在quantization level 一直在缩小当中 所以VOS所造成的可能就会 远远的超过一个LSP 那意思就是你的比较性 越来越拍越了 那在时间轴上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把你的输入 从电压电流转到时间轴来看的话 哎呦 时间轴没有这一个硬体上面的限制 我们在电压轴有一个电压的那个上限嘛 对不对 就是你的VCC嘛 你的电路没有办法超过VCC的工作 所以你有加电感 但是那个在高频XRF那一端 我们在这边绝对不敢用电感 因为电感会产生一大堆的noise 所以正常的元件来做的话 你的操作管理绝对是在VCC跟0中间 所以VCC越低 你这个天灵干 你的Hot Limit就会越来越小 你越来越难做 可是时间轴呢 你做办法就好了 不然跟你说 你一定非得在什么时间之内要做出来啊 所以如果你把电压轴转到时间轴 那么你这边的话就不用太烦恼 因为它没有一个硬体上的限制 非得在多少的时间 我们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 那更有更妙的就是说 我们时间轴的比较器 基本上只要用D3 Flux就好 就是说你的Data跟你的Clock 有没有 谁先到 谁晚到 如果我先到的话 我取样 我这个TA我要做Sample 我取样是0 我如果晚到的话 我取到就是1 结束了 你的判断 就是说在电压是高低 比较高低 那时间轴是比较迟早 找到 我比你找 我的上升率比你找到就是0 我上升率比你晚到就是1 所以 电压的高低 01 在时间轴上的0 会变成时间轴的长短 也是提早到或是延后到 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用D3 Flux 基本上就可以来做时间的比较器 那非常有趣的 我们的数位电路 又有所谓的Sampling window OK 它的意思类似VOS 但是 制程的改善 它们跑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你的Sampling window 会越来越小 其实呢 我们在时间轴的解析能力上 就会因为制程的变好 那我们的能力也会变加 制程越好 我们能够解析的时间 宽度会变得越细致 OK 所以制程在时间轴帮得了我们 在电压轴完全全帮不上 OK 好不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就会有人想要把它移到时间轴来 那我给各位第一个 在 这位人兄 Pack 你考不是 他在2006的XCAS 算是一个国际的大拜拜 电路系统的大会议 OK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 我先把输入电压 透过电压制时间转换器 把它换成时间 之后我用时间制数位转换器 就可以把它换成时间 你用counter就这样算 简单就说 因为你转成宽度 这个宽度 你就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你用counter加上clock 去计数 你就换成数位修数 这个概念非常简单 但是E7的处理对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在 VTC这个上面 很难把电压转成时间 然后得到一个非常棒的斜线 通常他就会歪掉就对的 歪成什么样子 各位自己去看 所以这种架构 就是第一个提出来 你就可以去超肥 我全世界第一人 但是他的效能 其实没有办法跟传统ATC相比 OK 然后给各位另外一个更新鲜的想法 在这个是两年之后 有没有 在全球顶级的IC设计会议 这个比顶级还难发表 那有人就发表一个超低功耗 在那个年代 超低功耗 100kHz SAR的ADC 那么 他的重点是在于说 你看他的有效位元素 也可以高达9.47 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设计是个位元的样子 不重要 重要是在 重要是说 他不是把整个讯号移到时间中 没有 他只有在比较的时候 才用那个时间比较性 因为我们如果在电量上比较的话 你就需要一个类似open的东西 非常耗电 所以他想要把它改成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说在比较之前 他就透过类似这种VTC 把两个要比较的电压 把它转成时间 然后再透过刚刚这个非常简单的D-Free Flop 我们就可以看看 谁比较前 谁比较后 应对成电压的话 就变成说 谁的电压比较高 谁的电压比较低 那这么做的好性是什么 因为原来的open 你的原来的电压的comparator 比较耗电 我把它改到时间轴来 那么 你的那个 只是一个D-Free Flop 他非常非常的省电 可是 我刚才有跟各位讲过 他的问题出来哪里 VTC本身并 很难做到一条直线 在这边的冲击是什么 各位 你的电压转时间 假设你是歪的 即便歪成这个样子 但是你只要 我的两个电压 虽然他转换出来的 那个线是歪的 可是我把它转到时间轴 你只要看得出他的长跟短就好了 你要用D-Free Flop 对不对 我虽然不是一个线性的转换 但是不同的电压 高低电压可以转成长短不同的时间 你就做B高 谁比较长 谁比较短 那应对出来 比较长的就是比较高的电压 比较短的就是比较低 这样就说 因为你的比较只要分出胜负 谁高谁低在电压走 谁长谁短在时间走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的这个V2T的转换 就不需要做到完全的线性 他就非常容易设计 因为他非常容易设计 所以他本身的那个电路 也蛮简单的 所以恭喜各位 恭喜各位 哇 这个才是真正 神人级的作品 那后续就有一大堆人 就跟着一起做 各位 你如果有幸福 给你看就到了 好不好 我讲完了 所以他的重点就是在于 只有在要比较之前 用D-Free Flop 我没有讲错 时间比较期之前 把你要比较的两个电压 透过这个V2T 时间到 电压到时间的转换器 变成两个时间 然后透过D-Free Flop 去比较 谁比较快 谁比较快 从那到中 你电压走 OK 那我就跟各位交代这边 反正ADC的设计 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那你要关心的东西非常多 比如说非线性度 你要去 非线性误差 那么你要去匹配你的 关键性的元件 群力响应 砸散 这第二个问题就对了 所以他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那最后最后呢 很快 因为我还没有去院办前功 之下 我的秘书可能要吓得要死了 不认为说 我们在做这种高档的 类比电路之前 如果有机会 先做一下他的行为模拟 他的分析 两率分析 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比如例子讲 如果你要做7个bit的flash ADC 那就是在这个位置 刚刚讲过了 他有做电阻串的分压 然后有做OP 我们先假设只有做一级 这样比较容易分析 可是你的比较器 因为他有offset的问题 对不对 他有VOS的问题 所以我们想要分析一下 你到最后输出的良率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先假设 电阻串是完全理想 所以分压绝对没有问题 那现在再分析一下 光是你的comparator VOS 会对你的良率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假设 你的VOS VOS 它本身 如果你全该据都有注意的话 那么它就是一个常态分布 VOS 就是以0为基准 然后正负两边拓展 正的有负的offset voltage 那我们假设它的标准差是5个miniVolt OK 那我的参考电量范围是1伏特 在1伏特里面 我要做7个位元的解析能力 那我们希望 你要你的输出完全正确的话 这边每一个comparator 它们所造成的误差 都需要再正负2分之LACP 这个当中有讲过 任何一个家伙凸垂 你这个ADC就凸垂了 你别说我买你一台车 不好意思 我只有一台那里有问题 现在都没有问题 没人要给你买 你的保证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 对吧 所以你每一个comparator 你VOS所造成的误差 绝对不能超过半个LACP 不然这个就是不良品 OK 所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什么 你那个standard deviation 是5个miniVolt 可是你去画常态分布 中间就是0 然后standard deviation 5个miniVolt 它的pdf 它的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你的几率分布函数 画出来的选择是用哪形 可是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要在正负2分之LACP 以内 那你把eVolt除以7个位元 然后你要是他的一半 有没有 所以就变成 从负3.9到正3.9 miniVolt 这一块叫做OK的 外面的通通叫做不OK 就是对单一个 对单一个comparator 来看的话 OK 所以各位把他激问一下 这很简单 这你里的维基品就好过 工程序就好过 所以昨天说 哎呦 它的良率单一个 单一个的良率 看起来是7乘8 好像不是很糟 不是很糟 但是也不是很糟 但是不好意思 因为你每一个人都要对 这个对的几率是7乘8 第二个对的几率是7乘8 第三个对的几率也是7乘8 但是全部都要对嘛 所以他真正 全部都对的总几率 就是每一个的几率自己都乘起来 所以你变成说你总共的话 哎呦 不好意思不是7乘8 这个是0.78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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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去做这边的几率分布 这个工程序就给你学过了 它的几率大概是 每一个comparator的几率是56.5%而已 OK 所以这个叫做还是非常不好 为什么因为我刚跟各位解释过了 每一个都要正确 总体的ADC才是正确 可是单一个它的正确率 只有一半左右 OK 全部的人要正确 要把所有的那个 每个人都正确的 这是基力与统计都学过了 每个人都要正确 那你就把所有人的那个正确率 全部相乘 OK 那金牌协力7个bit 总共2的7乘8减1个comparator 每一个人都要正确的话 不好意思 那就是把56.5% 乘了127次 所以呢 它几乎趋近10 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完全没有良率 OK 10都-32次方 你不要说 基本上是等于0 阿哥一定能好好的去批评你的元件 把你的那个VOS降到1mV的话 那么它就会变得什么 又瘦又长 本来是长得那个胖胖 矮矮的 那当你把它从5个minivolt降成一个minivolt 它就变得 哎呦 3比8 8个呢 哦 然后就海门注 谁啊 它变得非常的瘦 又又瘦又高 哦 那你再去分析你的那个正负2分之1的USB的话 你会发现 哎 哦 我的那个 呃 单一个comparator 它的良率是 哦 跟纯极比较99.99% OK 那127个相乘的话 我还可以得到98.8的eer 哇 看起来很棒 不过 不是说你把这个IC材生产 它就跌到 将近99%良率 不是哦 因为我们刚刚的假设 我们只针对 那个OP 的Input of Sellability 啊其实 电阻传你有问题啊 那 数位的这边可能有问题 但是数位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所以你除了要面对 那个comparator的问题以外 你要面对电阻传 啊电阻传 你如何把它做到匹配 哎呦 那又更难了 所以你真正的良率 一定远低于这个哦 所以我要特别跟各位讲 这样的分析 不是保障你的良率 不是哦 应该是说 呃像刚刚你一做出来哈 这种 这个这个良率很烂的 你真的不要下线了 因为这些良率比这个烂 所以它 积极正面的意义 就是说可以帮 帮各位把那一些 完全nonsense的那个 IC设计栏下来 我送去生产 帮公司 帮你的老板省钱 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他不是拿来保障良率 OK 他是打掉那一些 完全无厘头的设计啊 好吧 好 那你说哇 你还要把R 电竹串跟comparator 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的话 我相信你大概只能用 类似摩地卡 或是用那个 MATLAB MATLAB 来做这边mismatch的那个模拟 你可以 用算了 你大概算不出来的啦 你那时候大概就是用 estimation 用MATLAB这种强大的软体 去帮你把这个R动一动 V of set 动一动 有没有 改变一下 然后模拟的怎么 几千次几万次 你大概就会去估 你的良率是多少 那会比较捷紧实实 不过 那个模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久 但值得啦 好不好 再来说 欸 我现在做不到 我做一个7个位元的那个deck 喔 良率 假设真的是高达那个98.8 他怎么很爽啊 我刚刚有跟各位讲过了嘛 那个 我们使用者对于你的那个效能的需求越来越高 所以你以前做7位元 现在你做7位元 你有笑的老 笑的老爺 有啊 所以你现在有那个 往上再提升啊 假设 我把良率 98.8的那个 7位元的flash 我把两个串接啊 有啊 你看这个架构啊 很显然啊 我把两个 这边是 128 2的七十方嘛 啊 我串接另外一个 2的七十方嘛 128再128 哎呀 我再串接起来 我就变256啊 那卡给他夹送啊 有啊 你的comparator 你就把他拷贝 拷贝过来啊 中间再加一个啊 啊 这样就好啊 啊 你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smartor to minority decoder 有没有 两个七位元合并成一个八位元 哈 这太简单了 这这这这这边都是数位电路上面的 阿雷比你做得非常棒 你的R也很棒 你的那个 呃 你的comparator也很棒 有没有啊 所以呢 哦我们就把那两个合并起来 哦 串接起来 那么它的良率会是多少 重新估一次 ok 好 你现在offset 一样是一个minivolt ok 但是呢 因为你是从七个位元提高到八个位元 哦 所以你的LSV也会降一半 哦 所以本来是正负三点 呃 三三三三三三点多少 哦 正负3.9minivolt 嘛 那现在要降降一半嘛 所以呢 你现在就是说 呃 每一个OP它的良率值 如果在正负1.95minivolt ok 啊 然后呢 你把那个又高又瘦的这个叫出来 哦 然后你去分析 如果在正负1.5 1.95minivolt 啊 做出来 哎呦 单一科的良率是多少 单一科的良率是 差不多95% 啊 好像不错 但是是单一科哦 啊 没问题是处理 你现在有几科 comparator 你现在都有255个 255个 二的八十万减一 要求哦 每一科的良率只有95% 那么他的255次方呢 不好意思 百万分之一点 还是等于零啊 哦各位 那你有凶步吗 非常凶步 有没有 多凶步 再凶步 多凶步 你就说你本来7位元的良率 可以高达大概是99% 可是你把两个一串接 什么都没有变的情况下 疼死人哦 你的良率直接从将近99% 掉到几乎趋近于零 ok 所以你设计出来的东西 你老板带你把你放到 他想要探高票 探粉红 他自己做 他自己偷偷 因为他有权限 他偷偷考你的定路 偷偷考你的部局 把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去下线 出来结果等于零 有没有 所以例如IC 他的难处就在这里啊 你要增加任何一个位元 都非常困难哦 你有很多东西都是要重新设计哦 尤其是你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其实你的LSV应该从7位元变8位元 他降一半嘛 你最好把你的Offset也降一半 你的Offset是1mV 你要把它降一半 怎么降一半 你的匹配就要做的比原来更好 从1mV要变成0.5mV 通常来讲就是你的关键的原件 要么你做Calibration 可是你有那么多颗很难做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那个布局面积 布局要好好的匹配 然后你的面积要再成长 你要降两倍面积要成长四倍 我讲的是Critical Device 不是所有的原件 你Compare的里面那些关键组件 你要把这个降两倍的话 它的面积Random mismatch 面积要成长四倍 就如此类了好不好 好啦 所以各位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Random mismatch 这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你要降两倍的话 你的关键元件的那个尺寸要提高四倍 OK 这样靠着 把你的那个ADC的良域 把它拉升到 我们所要的那个位置 所以简单来讲 要增加一个位元的精度 那么你Critical Device的那个面积 原理来讲要提高四倍 好不好 就是这样啦 那我们的这个部分 就是跟各位交代这个地方 其他的明天 各位就各用英文再重新的听一次 希望还是有帮到各位 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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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